HELLO,我是VIKI,我中文名叫林一薇,那我是2016年从TS MBA 毕业的,我现在在ASML上班,ASML是一个半导体设备商,那我们主要的客户有台积电跟INZEL,或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操红,我现在在ASML已经在三年了, 那我现在的姿势是Service Performance Manager,很多人都问我说,为什么我会选择TS MBA 来救你,那其实有三个点,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年制的学校,那一年制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,因为我并不想要脱离工作太久,所以我选择一年制的学校,那第二个点就是因为TS是小班制,TS的学生, 都是大概一般都是只有40人,那大家都非常紧密,而且该得到的关注都有得到,然后老师们也都可以很轻易的就是可以帮助你,所以对比那些大班制的学校,我觉得TS是比较适合我想要去的地方,那第三个就是地缘关系, TS是会在号称欧洲系骨的爱豆腾周边,那它又是Tilbert University跟爱豆腾科办的学校,所以对产业来说,也非常match我未来想要走的方向。 TS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很特别的program就是PCB,那就是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Program,这个program的用意就是在我要怎么样让这些外国人可以fit in,然后可以很自然的去跟去适应荷兰这个职场,那里面就有好几个项目嘛,那像第一个的话就是career workshop, 这career workshop呢,他们我记得当时一年内他们做了三次,那是邀请当地的企业来做介绍,然后跟介绍之后跟学生做互动,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一下原来还有这些地方,然后他们是在寻找什么样的人。 那第二个对我蛮有帮助,最有帮助的就是那个one on one的career coach,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以前在台湾工作,我就是顺顺的做,但是我并不会去想说, 我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对的,或者是我应该是要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面对现在接下来这件事情,那那个career coach他的用意就是要让我开始了解自己,然后开始去想说,我未来其实想做什么,那如果我要达到那个程度的话,我应该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去达到那个地方。 好,再来就不外乎是那个career center嘛,那当然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career consultant,那就是学校的consultant,那我们是随时都可以走进他们的办公室,然后请他们看我们的CV啊,或者是请他们给我们一个方向说,哎,你觉得我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,那未来可能有什么方向可以走。 因为其实很多同学在MBA里面是想要转行嘛,对,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办,那像他们就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方向。 然后再来的话呢,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是internship,因为其实我在现在来Azeno之前,我在Bosch做过intern,我做了六个月。 那我其实一直觉得外国学生的一个难处是第一个没人脉,第二个是你没有starting point,不管你以前在你原本的地方多好,其实他们没有办法regernize,说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 所以再怎么样都要一个starting point,然后从那里之后你就可以去看出来,哎,其实我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公司,或者是我其实是不是想做什么。 所以我觉得intern很重要,那当时TS也给了一个这样的空间,所以我当时也蛮幸运的就是可以去Bosch做个一、做六个月。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alumni。 那alumni的帮忙其实是很大的,尤其是因为我们MBA都是外国学生嘛, 那隔壁我们有EMBA的学生,那EMBA的学生就是现在还在业界上班的学生。 那其实他们是很帮忙,因为他们就是对我们来说,他们一看我们是同学是后辈。 所以就是有时候下课在coffee corner会聊个天啊,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参加event。 那我在Bosch的实习也是从其中的一个alumni那里得到的。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整个setup是非常valuable,而且是非常helpful。 就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。 所以我们在学校的课程,它就分六期。 第一期的话就是硬知识,像是筒计啊,筒计啊,数学这些东西。 那从第二期开始,它就慢慢走向比较开放,然后比较活泼的方式。 那就注重在presentation啊,小组工作跟project work。 那因为我们学校,当时我那一届的话,四十个学生里面大概有十七国的学生。 所以其实那也是一个push国际交流的方法。 所以在那里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不一样文化来的经验,或者是不一样文化的冲击。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valuable。 好,给学弟妹的建议有三点。 第一点呢,就是要speak up。 第二点呢,就是要open minded。 第三点呢,就是害羞是no no. 就是一定要去跟当地人问之,要跟同学好好的相处,然后你真的会学到很多。